九黑一大選倒數五十七天 在臺北市撒喀都的局面 現在迎來了天王級的人物來複選 更多的內容交由加衡 九黑選戰剩下最後一個多月 藍綠白三大陣營 這個週末都不約而同 在臺北大會時 而民進黨臺北市長 候選人陳時中 新選總部將在十月一號成立 而陳時中也為靖總成立 錄製影片在臉書上播放 當天也邀請支持者可以來參與 而陳時中的競選總部位置 就設在北平東路上 也是民進黨中央的旁邊 這裡同時也是蔡英文總統 二零二零年的競選總部所在的就職 恐怕也有想承接 當時蔡英文慎選的風水 當天她也邀請了黨內天王級的人物助政 包括是總統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 行政院長蘇貞昌 以及前副總統陳建仁 都會齊聚為陳時中助政 拉抬選情 這也被稱為是總統級的助講團 而另外我們看到 是國民黨的台北市長候選人 她從五月二十五號 正式獲得國民黨提名之後 至今超過一百二十天了 但是競選總部卻始終沒有著落 眼看對手相繼成立競選總部 支持者也越來越著急 一度也傳出 蔣萬要在新生南路上 還有仁愛的交叉口 要成立這個競選總部 但實際上這邊是後援會的總部 而至於真正的競選總部 一度要考慮在南京東路上面 但是也傳出因為租金 還有風水的問題作罷了 而對此蔣萬的競總副發言人 她也表示說目前還在尋找競選總部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這個租期太短了 所以目前都還在尋找當中 因為這是市場機制的問題 結果目前最快成立好競選總部的是 五黨籍的候選人黃珊珊 還在九月二十五號就成立好了 但卻一度被爆料 為在大安區光復南路上的競選總部 有施工違法的問題 而當時因為這個施工車輛有橫跨人行道 但他們只有申請不用路段的施工停車 在檢局接獲檢舉之後 目前已經開罰了一千兩百元 而對此黃珊珊也回應 他們是有去申請路權 但是好像是人行道那一塊沒有申請到 所以目前她也說被開罰的話是應該的 怎麼做要怎麼開罰就怎麼做 而目前我們看到了在國美黨的方面 台北市議員候選人張思剛 同樣也規劃在十月一號要成立競選總部 而她邀請的來賓也大有來頭 包括是臺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 前總統馬英九 國民黨主席周朱立倫 還有副主席連勝文 前主席江寢成 還有中廣董事長趙壽康 現在郝龍斌等等 這些人都有站臺來力挺 而除了有黨內多位的歷任主席之外 特別的是張思剛還動了 請來了侯友宜鬥場 這也是他首次在臺北站臺 而至於我們看到是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的部分 他規劃在臺北市要扮演母雞角色 扛起北市的輔選奏任 但是除了出席了黃珊珊的競選總部大會之外 他在十月一號 日號 也要跟黃珊珊雙母雞 一同為八米的小雞市議員候選人來站臺力挺